美媒爆出今天交易方案 德罗赞取魔术 马次将得到邓肯接班人 上次发生这种情况是在2018年的夏天 当时关于猛龙队要用德罗赞去交易科怀伦纳德的留言不断 最终留言也变成了真实的交易 因为种种反常迹象的频繁出现 舆论纷纷传言 马次将进行一次大交易 德罗赞在今年夏天和马次的续约谈判未能达成结果 这也佐证了之前的留言 美国媒体Bleacher Report记者Zack Buckley就爆出了一个潜在的交易方案 那就是德罗赞取魔术队 马次队则会获得傅尼耶、班巴、维斯利爱五度 另外还有2020年的首轮选秀权和来自胡人的2020年的次轮选秀权 德罗赞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自己清空个人社交媒体 并不是因为有交易发生 而是因为很讨厌社交媒体 对于马次出现的各种问题 德罗赞表现